经常会在评论里听到 作为一个女人 作为一个母亲 你不陪伴小孩成长 却整日在外 旅游玩耍 只顾着自己开心 那今天来跟大家谈谈 巧克力究竟是怎么样的女人吧 我离婚有好几年了 小孩是在 我带到一岁多的时候 交给他奶奶的 那时候我也生病 小孩也生病 因为我没有母亲 所以没有人帮劝我 我直接接小孩 叫他奶奶带回去再几天 但过后我病好了 我去接小孩的时候 小孩就不再认我了 可能是当时抱走的时候 失了安全感 他只要一看到我就会哭上半个小时 所以我只能狠心的 将他交给奶奶抚养 自己出去打工赚钱 以前有想过 一个人将他抚养长大 哪怕打三份工 我也可以 但是计划总赶不上变换吗 后来 接小孩交给奶奶过后呢 就踏上了我的旅行路吧 没想到这一放 就一直踏在了旅行的路上 很多人说 旅行的人不太适合做老婆 但我不这样认为 我呢 平时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 家里面随时呢 都是会收拾的整整齐齐的 干干净净的 不会让家里面产生淋乱不堪的局面 我也会很爱我的小孩 我只要有回家 我就会给他最好的 也会陪伴他 教他一些正确的知识 和给他一些母爱 当然虽然说没有大家所说的陪伴成长 但是我觉得我不比其他母亲差 也不会说疏于别的母亲 就只是没人陪伴而已 因为现在小孩已经习惯了他奶奶的贷 而且他奶奶确实照顾得很好 我自己的压力也很大 因为以前外婆还好的时候 没有关系 现在我需要养我外婆 每个月外婆也最少是5000的开销 然后我的房贷 每个月需要1000多2000块钱 再加上平时的自己日常开销生活 所以我只能努力的赚钱 跟大家说这些 并不是说卖场或者怎么样的 我不惨 我现在挺幸福的 就有一个美满的家 然后有保姆帮我照顾外婆 有我妈帮我照顾儿子 然后又有了小罗 给我的陪伴和爱抚 总的来说 现在的我算是很幸福的一个人 只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我并不是说 一位不负责任的母亲 我很爱她 我也想给她更好的教育 能够给她更好的生活 当然也经常有朋友评论说 你是一个旅行博主 不是感情博主 不要老是拍那些什么情啊爱的 其实不是 我是一个生活记录者 我所拍摄的呢 就是我的生活日常 记录我的一切 分享我的一切 不管是我的旅行生活 还是我的家庭 或者事业情感 所以我都会拍摄 也就并不存在什么 只能拍风景 我就是一个生活分享者 那听完巧克力的事 大家还会觉得 我是一位不负责任 抛弃孩子只顾完了的母亲 希望大家以后不要这样说我 我真的不是 有时候听到 其实还是会难过的 因为我真的很爱我的儿子 你在说什么妈妈没人理解 那你们应该能理解吧 告诉一下我妈 妈不然 她还真不理解 以后有可能更不理解 妈妈在这问问他们 为什么老是要说你丑呢 你要自信一点 要跟谁都说 我是帅哥 是不是 请你不要那么自恋 谢谢 那难道妈妈不漂亮吗 你们来说我不知道 因为我生下来丑 但是我妈漂亮 我不知道该说 她丑还是漂亮 妈妈 属于说 你有多少个拍摄频用的东西 能这样吃几口 真的吗 来妈妈给你数一下 一个 我妈说她有好多个能拍照片 我感觉我要吃的心服口服 妈我刚才是不是动了个水 这个是妈妈 这个是瓶子 连起来叫什么 妈瓶子 是水视频 我又一次水视频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妈妈还有一个手机 还有两个电脑 等等妈妈 让我自己来试上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口 还有哪些 还有拇指相机 小小的 妈妈不知道放哪 站在那个 站在车上的 八口 快吧 哦 八口 那你先比个八 我吃一口你就解你 比个八 你确定这是八 八不是应该这样比吗 这是幼儿园手法 幼儿园这样比 八 这个是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哦这样的呀 八 哎 哎呀 你不说你有8个我就行了 你不说妈妈妈有8就行了 妈妈 我要洗碗 你要洗碗 你这么冷淡吗 你可以帮妈妈洗碗了吗 我脑袋抽筋了 所以我想洗碗了 你脑袋抽筋了 妈妈留着给你洗来 难得我要是这么晃晃的 妈妈等一下妈妈给你找一下 妈妈请问我该整个把袖子给拎起来 妈妈来啊 这么多鸡木 妈妈下一个小鸡木 买能给我买个小一点的呀 好的 妈妈跟她说 好 这就是这个包包 这个是这就行换 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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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呢 在这个环境上 这你的吧 它在这个环境上 这里不是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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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个坑妈的娃 你把你妈坑死瘦了吗你 哪有名这么坑坑坑妈的娃 我是一个坑妈的娃 你坑死了 我太喜欢坑人了 我以后肯定要多多坑我妈妈 你还好意思 你多多坑妈妈 妈妈多久也坑你 妈妈要成为妈的娃 坑娃的妈 看自己 看自己